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最后一天 中共和俄罗斯签署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 那么在未来30年 俄罗斯将每年向中国提供多达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有分析指出 两国历经了10年的谈判之后 在这个时候达成协议 与最近俄罗斯受到欧美制裁 以及两国的政治体制相似有关 5月21号 中共和俄罗斯在上海签署了 史上最大规模的能源合作单项购销合同 根据协议 俄罗斯将从2018年起 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 输气量逐年增长 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 累计30年 俄国媒体披露 这份合同的总价达4000亿美元 对华供气价格超过每千立方米350美元 据了解 从2004年开始 中共和俄罗斯就进行了天然气谈判 但供气价格及定价机制一直是谈判的障碍 有消息人士透露 俄罗斯曾经希望卖给中国的价格 能和卖给日本的价格挂钩 达到最高约每千立方米500美金 然而受乌克兰局势影响 俄罗斯已经感受到来自欧洲的制裁压力 必须降低价格 扩大亚洲市场 至少他不会担心 万一不卖欧洲的话 至少还有一个中国 他早赚了钱 但是稳住了一个很重要的 美国伙伴 毕竟去年习近平主席 第一个出访者到俄罗斯了 过去不妨 都是强调和平共处 无原则 尊重国家的主权 跟领土的 乌克兰这个事情在克里尼亚 他没有支持西方国家 在联合国安利亚的失票 也算是给俄罗斯 很大的一个密码 现在俄国跟欧洲的关系 出现了紧张局势 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看好中国 中国人员需求 在过去的三十年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实现性增长 中国在寻求能源安全上 那么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 中国当然也希望 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能源供给 能源的尤其是石油 供给国 都是非常不稳的 最近中国的一个 另外一个能源的 供给一个大国演变 有一种远中国 更多的向西方靠拢的 这么一个迹象 5月22号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一篇文章指出 同中共达成的供契协议 有助于使俄罗斯 摆脱对于欧洲的依赖 而中俄两国政体类似 领导人分享相同的价值观 是做成这一买卖的现实基础 文章说 两位领导人都对美国 在两国各自的利益圈内的活动不满 害怕美国所秉承的理念 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力 这两个国家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 在东西两边对他们进行 包括经济制裁 甚至上批评的围堵等等 这两个国家 意愿者想寻求一种合作 我认为就是面对亚太的围堵 美国在亚太地区 也是一种对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围堵 这两个大陆的强国 自然会靠在一起 而且俄罗斯有个问题 虽然它已经进入了世界 巴大工业国 但它认为它的民主是受到批判的 不过德媒文章强调 尽管中俄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 双方最终仍然受到各自利益的驱使 据美联社报道 双方就供气价格问题的讨价还价 一直持续到普京访华结束前的 最后几个小时 据报道 尽管中共当局渴望进一步 分散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来源 但它很清楚 中美双边贸易的规模是中俄贸易的三倍 中共仍希望与美国建立大国间的关系 俄罗斯也不愿过深涉入中共战略 在中日岛屿之争中 俄罗斯保持中立 也不愿介入中共与南海诸邻国之间的冲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陈破空 在博文中指出 俄国因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 遭到西方制裁 与日本的关系有所恶化 但若要说 俄国会与中共联手对抗日本 还差得太远 在东海联合军演 俄国顶多是给了中共一次面子 即使各有所图 中共主要演给日本看 俄国主要演给美国看 地方没关系 为博文中计刃 不能安排 如果加油 去码